上个月在登加空军基地发生的空军F16型战斗机坠机事故调查工作已经完成 国防部表示空军部队确定战斗机的扶扬角速度陀螺仪发生故障的原因 国防部早前表示飞行员在战机起飞时无法控制飞行 是因战斗机的扶扬角速度陀螺仪出现问题 经过空军部队战斗机制造商洛克希德马丁 以及交通安全调查局的详细调查 出示F16战机配备的四个陀螺仪 其中两个向战斗机的控制系统发出了错误的信息 导致控制系统拒绝了另外两个陀螺仪提供的正确信息 控制系统于是根据错误信息操作战机 导致战机不受飞行员的控制 战机制造商洛克希德马丁表示 这一情况是自1974年F16战斗机首飞以来首次发生的 调查结果也显示 起飞前的测试并未显示陀螺仪出现故障 当局根据评估后推断 两个陀螺仪是因磨损而出现故障 为了避免类似事件重演 空军部队将为陀螺仪实施额外的预防性维护的程序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